大熊猫凶猛吗 它们会打架吗 大熊猫就是说 由于它那个很可爱 很憨的那个形象 获得了就是说世界各地区 各民族的这个共同的爱好 其实大熊猫 它除了可爱的这个一个侧面 它还有更多的侧面 它非常的聪慧 非常的机敏 非常的凶猛 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我们 有一些公众认为大熊猫 就是萌啊宠啊 很可爱啊 其实它是一种 非常凶猛的大型动物 那它为什么 它是大型的凶猛的动物 为什么它又吃竹子呢 我们说大熊猫 它是食肉动物里的素食主义者 就是说之前 它是肉食性的动物 它是吃肉的 现在它就是完全吃竹子 它这个是一种进化 食应性的进化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也可以认为 大熊猫是很和善的 因为就是说 除了在繁殖季节 大熊猫不会主动地攻击 其他的动物 包括人 说平时大熊猫它都是那个独居的 就是到了繁殖季节它会集群 集群是为什么呢 它就是为了繁殖的需求 它这个有一个争夺配偶权在里面 从一个很通俗的观点来说 它其实也是一个优胜乐态 发情的雌性大熊猫 它会在树上 它选定一个交配的区域 然后它会在这个区域的一棵树上等着 不同的雄性个体 它通过这个化学信息 它就知道 磁体在这儿 不同的雄性个体来了 这个时候就要争夺交配权 争夺交配权 那就是打斗了